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 现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刚刚就职典礼完毕 现在美国新旧总统彻底的交接完毕 川普政府已经结束他的历史使命 而拜登政府开始了美国新的历史时期 那就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刚刚完成的时候 就刚刚结束的时候 我还在看美国的这个直播 那我就看到美国的媒体CNBC 他就说中国宣布了对美国前政府的28位高官的制裁 是刚刚宣布的 就说这些高官是以蓬佩奥为首的28位高官 这些高官在他们在任的时候 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制裁 那他们刚一下台 一分钟马上就宣布了这个制裁 那这28位高官是从媒体上来看 我只能看到这些名字 看不到他们所有的28位 我只看到了这几位 蓬佩奥 纳瓦罗 奥布莱恩 史达伟 波廷杰 也就是博明 阿扎 克拉奇 克拉夫特 波尔顿 还有班农 我就知道这10位 还有18位呢 现在名字呢还没有出来 那大家就都知道这个蓬佩奥了 蓬佩奥呢在他担任这个美国国务卿期间呀 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攻击中国 每一天他必然要造中国一个谣 要骂中国至少一次 制造至少一个谣言 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到处去拉帮结伙 到处去挑拨离间 到处去破坏中国 我以前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曾经还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蓬佩奥 他推出来的竟然还有一个 湄公河伙伴关系 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可笑的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河 就是在内陆的 是在内陆上的 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并不像海 对吧 你任何一个海域 出了你的海域以后呢 就是公海 但是这个河 是绝对在人家 所有所途经国家的国土上的 和你美国没有半点的交集 你美国凭什么要搞一个湄公河流域的伙伴关系 湄公河流域和你有什么关系 湄公河的上游就是中国的蓝藏江 蓝藏江和湄公河 它是同一条河 和中国有关系 和沿岸的国家有关系 现在中国就在致力于蓝藏江和湄公河 这条河沿岸的国家 形成一个经济的共同体 中国带头 中国帮助这些国家 在沿岸来实施一些基础建设 主要是开通河道 开通沿岸的商船 这对沿岸的经济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那美国呢 为了破坏中国和沿岸国家的这种合作 他们竟然呢 每一年不顾他国内人民生活困难 拿出一些钱来 到这个地方来收买沿岸的国家 对中国形成破坏以及孤立 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这个蓬佩奥有多坏 好 他是第一个被制裁的 那第二个被制裁的 就是这个纳瓦罗 纳瓦罗就是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 他是最坏的一个 因为他是美国的这个贸易顾问 他对中国使了好多的那个坏招 对中国经济发展实施围追堵截 千方百计的来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 千方百计的要跟中国 通过达成一个协议来限制中国的发展 是蓬佩奥的手下 然后就是博明 也就是波廷杰 如果你还看到另外的名字的话 他呢也是川普的一个特别顾问 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东亚地区的一个高级顾问 我们都知道他们在东亚地区也在千方百计的搞破坏 为什么东盟发起来的这个RCEP谈了这么多年才谈成 这就是美国的破坏 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博明 他是最不可恕的 那博明现在呢 又加入了班奴的团队 致力于反中国 反中国政府 班奴 大家是耳熟能详了 大家非常的熟悉 他是一个反华的急先锋 中国早就对他进行制裁了 因为他早就不是美国政府的官员了 那然后呢 就是阿扎 阿扎应该 大家现在也熟悉了 因为他是美国的卫生部长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去台湾访问 都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去台湾访问 对台湾是一点都不了解 就是为了破坏中国 就是为了跟中国捣乱 他也不想去了解台湾 你台湾的总统是谁 他不管 你姓什么 他也不管 去了以后呢 竟然管这个蔡英文 叫习总统 你就可见他满脑闷子的 其实他就是为了反华 他就是为了踏上台湾的这片土地 来刺激中国 对台湾是丝毫兴趣也没有的 这就是他们的卫生部长阿扎 那在下一位呢 就是克拉奇 克拉奇他也是蓬佩奥的手下 他是一位次卿 也是去年在阿扎之后 对台湾进行访问的 那在下一位呢 这位女士 克拉夫特 克拉夫特他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使 本来13号到15号 他要去台湾访问的 结果呢 让中国环球时报 发了两篇社论 就给他们吓回去了 关于中国 发两篇社论 给他们吓回去 这件事情 我专门有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视频里面 是我主要是读了 并且加了一点评论的 一位专家写的文章 写的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要去看一下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两位 大名鼎鼎的布尔顿 和班努 现在公之于众的呢 就是这十位 其他的十八位是谁呢 现在还不是很知道 总之 就是中国 早已经研究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的 就等着新旧总统进行交替 一单这个交接程序完毕 马上推出来的 对这二十八位的制裁 这二十八位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 永远都不得 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包括香港 包括澳门的土地 也不可以 在中国的这些地区 进行投资 做生意 都不可以 我在此呢 其实我想加一个建议 为什么 中国会把台湾 没有包括在这里头 我希望中国以后 要把台湾也加在里头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加里头 对他们的制裁就包括 你不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包括大陆 包括台湾 包括香港 包括澳门 全部都包括在内 不应该把台湾排除在外 不光这些人 不可以踏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土地 包括台湾 并且台湾 你也不可以让他们踏上台湾的土地 如果你台湾 让他们踏上台湾的土地 中国大陆 可以对台湾进行 制裁的 什么样的制裁方式 由大陆决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决定 我希望大陆呢 以后能是这么一个态度 或者是策略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